好在这一边呢我要讨论pt3的 pass year for form2-4 polygons so在这一个图它是combination of polygons 然后它在这一边要我们name tree polygons so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边有三边形 然后还有四边形跟五边形 所以它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triangle 然后它还有quariuletra 然后它还有pentagon 所以你的名字一定要背 ok 你的名字没有背的话呢 这种题目你就不会做了 然后在这一边三边四边 然后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边 然后一二三四五五边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可以是三边 可以是四边 它也可以是五边 它也可以是六边 hexagon 然后我们只选其中三个 ok 因为题目讲要三个嘛 然后时你写超过三个的时候 你的老师其实是可以扣你分数的 ok 因为题目只是要三个啊 你写四个就错了啊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最后它这个是三边 一一二三四四四边 一二三四五五边 三四五都有了 一二三四五五边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边 所以我的这一题呢 它其实是 那个三边形 有四边形 有五边形 有八边形 OCT ok 好 所以我们这一边就还有 Heptagon 还有Heptagon 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变形 其实七变形也能够接受 就是Heptagon ok 所以它有五种可能性 嗯 所以你选其中三种啊 就是这样 在这一边 它show一个四边形 然后InComplete Regular Polygons 然后 它的RQP是一条直线 它叫你find the value of x so 它这一边四边形 加起来是360度 所以减掉138度 再减掉90度 再减掉72度 我在这一边我就有360-138-90 再减72 我拿到的是60度 然后Number of size of the incomplete polygon 所以我的这一个 所以我的这个 所以我的这个 这个 所以它是六边形 在这一边 它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 它 这一个是Incomplete Regular Polygon 这个是90度 所以我的 两个X加90度 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 180度减90度除2 所以它是45度 然后 在这一边还要找 Number of side for the Incomplete Regular Polygon 所以在这个 Incomplete Regular Polygon里面 这个其实是 它的A exterior angle 也就是45度 所以我的N等于360度 除以45度 所以它是8个边 OK 所以它是8个边 好 接着 再来这一边 它是一个三角形PQR 然后Incomplete Regular Polygon QRST 是一条直线 它叫你找X OK 我们知道这一边跟这个是平行的 OK 所以平行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呢 就是我的X加45度 会是等于180度 因为它平行 然后Interior Angle 所以我的X等于180度减45度 所以它是135度 然后 另一种做法是它平行 所以这一边是45度 所以X加45等于180 一样 然后它要Number of Sides for the Incomplete So我的这个Incomplete Polygon 这一个是我的A exterior angle So我的N等于360度 除以45度 OK 所以它是8个边 好接着我们看2016的这一题 在这一边呢 他就说Armin他要Joy 这个Frame A跟Frame B 他讲他Joy 3个Frame B 变成一个Regular Polygon OK 3个Frame B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6个边了 OK 所以他6个边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我的N等于6 所以我的Interior Angle 会是等于6-2 乘百八 再除以6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4乘百八 再除6 所以它是120度 3X 所以我的X等于120度 除除3等于40度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说A跟B needed to form an internal angle of 360度 360度的话呢 这样就是讲 它的那个 Internal Angle 360度的话呢 这样就是说 这样就是说它的那个N等于4啊 四边形啊 所以它问要有多少个A 多少个B拿来form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在这样我们知道 Internal Angle A angle 会是等于360度的时候 OK 它就是一个Quadulateral OK 因为我的那个4-2乘百八 等于360度啊 Internal Angle 所以Interior Angle 所以这样四边形 所以这样四边形 我一个A一个B合起来 它就是一个四边形啊 所以one frame Fram A and one frame B are needed OK 只是它的这一个呢 就比较奇怪 它的这一个呢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它是这样 OK 428 这边是80度 432 这边120 OK 很奇怪的一个frame OK 然后接着这一边就 呃两百百六 这个是80 这个是80 OK 好 好 接着我们看这边 它有两个regular polygons based on the vertices in the diagram take go for the correct arrangement of the vertices to form 360度 所以我的那个 所以我的那个N等于5的时候 我的那个interior angle会是等于5-2 乘百八 乘百八再除以5 所以它是108度 然后我N等于6的时候 我的interior angle会是等于6-2 乘百八再除以6 然后120度 所以这一些都是120度 所以这一些都是120度 这一些都是108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A加D加E 就是A是108度 D也是108度 E也是108度 324 324度 它不等于360度 它不等于360度 然后我的KIG KIG KIG GIK 所以G加I加K 就是120度加120度 再加120度 等于360度 所以这个正确 C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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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加H加J 是108度 加12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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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会变成呢 348度 不等于360度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 它是part of a regular polygons OK PQR 是 那个等要三角形 然后这个是regular so 它的 Incomplete regular polygons 有多少个边 所以这一边 这一个是108度 OK 因为我的这个是 什么 5-2 乘百八 除五 108度 等要对等角 这个34度 这一边是180度 减掉34度 再减掉34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180-34 再减34 所以是112 所以我剩下的这一边是360-112 再减108 所以它这一个是140度 所以它interior angle interior angle 是140度的时候 我这样线拉出来 这样 OK 所以它这个是40度 是它的 exterior angle 这个是它的interior angle 这个是它的interior angle 所以我的N等于360度 除以 exterior angle 40度 所以它49-36 所以它是9个边 在这一边 在这一边 它是一个seminal hole 它是regular polygons next to 4 year 然后它叫我们找X的度数 X是它的interior angle for这一边 这个是N等于5 然后我的X是它的interior angle 也就是360度 除5 72度 然后它要找Number of side of the seminal hole so我们这一边这样 延长出来 这个是它的interior angle 72度 这个是另外一个的interior angle 会是等于112-72 然后它是40度 然后它是40度 所以我的N的时候呢 会是等于360度 除以X的那个是49-36 所以它是9个边 这样 OK 当然你有另一个方法啦 这一边你拿到108度 就是我有5-2 x 108 然后再除5 它是108度 然后这一边呢 它是360-108 再减112 我拿到是140度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的外角就是40度 这样 然后360除40 也是一样的答案 在这一边它是一个Pentagon五边形 然后 这一边 axis of symmetry 对称轴它其实只有一个而已 它有5个边 Diagonal的情况之下呢 是对角线 对角线的话呢 它是这样 1 2 3 3 4 5 它有5个对角线 OK 好 接着在这一边它是一个Hexagon 然后它的Axis of symmetry的话呢 然后它的Axis of symmetry的话呢 我们就一个 2个 它是6个边 1 1 2 3 4 5 6 6 然后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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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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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5 9 9 9 7 7 8 9 它的axis asymmetry呢 它有6个那个边的时候 它就会有6个axis asymmetry 所以我的axis asymmetry 1 然后接着它就在这一边 它就有2 然后3 然后4 然后5 然后6 所以这个是它axis asymmetry 6个 然后我的number of diagonal呢 我们的那个number of diagonal 它的另一个formula 另一个formula是n n-3除2 我5个边的是5 5-3除2的时候 我拿到是5 我的number of diagonal 我的n等于6的时候 3的时候 n-3除2 6个边嘛 6乘6-3除2 拿9 所以我在这一边 5乘2除2 我拿到是5啊 然后这一边的这一个是 什么啊 6乘3除2 我拿到是9 对 所以这一个是number of diagonal 就是这样 好 在这一边我就把我能够收集到的pt3的parts here 都讨论完了